大家好 我是蓝宝石 蓝宝石是我的笔名 我在美国出版了九本书 是有关于 《灵魂出窍》 《千里眼》 《第三眼》 以及《穿越时空》的书籍 如果你对我这些书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我的专栏 我的视频 我的个人介绍里面 有陈列的这九本书的书名 在美国发行的 我曾经做私人教学 在私人传授徒弟 但是我的徒弟们 他们只选两样或三样的 学问向我学习 我很担心有一天 如果我面临死亡 或是你也知道 我也有一个人类的身体 有人类的身体 就一定有一天会面临死亡 我这些学问 我这些学问可能是会失传的 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把我的学问推向大众 我要收大众为徒弟 你可以向我学习这些学问 这些学问是超人的学问 像我们的中国老祖宗 他们的法力无边的 很可惜历史的摧残 和师父们 大部分都自己留一手 自己留一手 下面一代的师父 又留一手 到最后所有的徒弟 什么都不知道了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法国的预言家 纳索达姆斯 他是非常出名的国际大师 很可惜的是 他没有收徒弟 他预言了很多事情 而且都已经实现了 世界上没有人知道 他当初是怎么样预言将来的 我可能是唯一的人 在地球上 知道他是怎么样预言的 因为我可以穿越时空 去看他的研究 所以我觉得 这些技术必须要传代的 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而且我也不会有遗憾 所以你欢迎向我学习 你可以做我的徒弟 或是你就是对这些学问感到好奇的话 你也应该跟我学习 或是你就观看这些影带 你可以受遇到很多 你可以了解到人生 而且你可以研究到其他界 其他的三度空间的学问 第三眼 什么是第三眼呢 第三眼就像X光的眼镜 你可以穿透人体 看穿人体内的器官 你甚至可以看到 器官是不是有什么病变 第三眼还可以穿越建筑物 看到建筑物里面的 成色 而如果你是在找人的话 你可以看到 那个人在什么状况 在什么地方 所以第三眼 是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个技术 还有就是千里眼 千里眼到现在为止 好像人类还没有人知道这门学问 可能我是唯一的一个人 可以知道千里眼的学问的 千里眼是什么呢 千里眼你可以看穿另外一介 因为人类的眼睛 你只能看到你眼前的事物 你没办法看穿 眼睛 人类眼睛可以看到的东西 千里眼呢 你可以看到另外一介 你还可以看到 事物或是时空 第三空间 或是另外一介 这事情 就算你不是本人在那里 你也可以看到一些事物或是文件 所以千里眼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问 而灵魂出窍呢 灵魂出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问 因为灵魂出窍 这个技术 这一门学问 你一定要精通 如果你不能精通的话 把千里眼穿越时空 几乎是没办法 或是你有非常有限的能力 能够实现这个千里眼 跟穿越时空 所以你一定要把灵魂出窍的方法 练出来 我有一个视频 一个电影 在这里 有播放的 请你寻找 叫做 灵魂出窍 法门 方法 灵魂出窍 最主要的方法 所以叫做 灵魂出窍 法门 你可以参考 请订阅我的视频 大家好 我现在要谈的是有关时空隧道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样翻译 但是英文叫做Portos 那中文的话可能是 我觉得时空隧道 大概是最贴切的一个形容词 时空隧道 为什么 因为它是第三届 第三届 它是隐形的 在这个宇宙上 有很多隐形的隧道 那这个隧道不是说 到处都有的 而是说 你要要求才有的 你要求它打开 它才会打开的 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 有权利去打开 这些隧道的 我为什么先上这个影片呢 这个短片 因为呢 我是想要 让你知道 我的确有超人的能力 就是比较超人的 灵魂出效的能力 所以我可以知道 很多的事情 包括这个时空隧道 当你练灵魂出效 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时空隧道的话 那表示你的灵魂出效功夫 还不是很高深 那你要是已经看到 这个时空隧道的话 那你已经练到了 一定的程度了 那像我灵魂出效的时候 我可以到那个 宇宙上空 我可以停留在那 灵魂停留在那 然后我可以用我的法力 去开时空隧道 什么样的 谁可以开时空隧道呢 这有一些神 神的力量 这个神有很多种 像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除上帝以外 还有其他的 佛道 天道 还有很多大神小神的 那每一个人开这个 时空隧道的方法 都不一样的 像我也可以在 灵魂出效出来的时候 宇宙中 开这个时空隧道 对 对 我在讲课的时候呢 我都是没有预先 打好一个 一个稿的 一个草稿的 因为呢 我都可以随时讲出来的 因为我的脑袋中 就随时都很清楚 有关所有的学问 所以我不用打草稿的 但是因为我在讲的时候 就会 可能会重复一些事情 或是常常提醒你 一件事情 那我上课是这样上的 那 哪些人或事物会喜欢开 这个 这个时空隧道呢 最出名就是外星人 这个外星人呢 你看他 来 自由来 自由出入地球 神不诛鬼不绝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不是外星人本身 他有这个能力去开这个时光隧道 而是他们的外星人的飞行船 他们的飞行船 有那个 那个设备 可以开这个时光隧道 隧道 那这个时光隧道 他们开的时光隧道 也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本家里面 他们没办法开其他界的那个时光隧道 这样 那所以他们的能力也是也有限的 这样 但只是他在地球进入比较方便一点 这样 那还有一些的技术 就是灵魂出窍的时候 要开时光隧道 灵魂出窍 为什么要开时光隧道 因为有一些界 或是说 有一些地方 或是你要看一些人 或是文件什么之后 那时候你灵魂出窍的时候 你必须要开时光隧道 才能进入那一界 那还有呢 千里眼 如果你练千里眼的话 你练到一个程度 你就会知道 那因为人类的眼睛 没办法看太远 那唯一能够看得很远的 就是那个千里眼 那千里眼是什么 就是你灵魂出来的时候 用看的眼睛 那你看的眼睛 有时候呢 不是你这个眼睛 可以无限制这样延长过去 而是呢 你有这个时空隧道 在你面前出现 这样 你要求的东西 然后它刚好 它就可以在你面前出现 然后把那个距离拉近了 所以你就看到 所以就变成千里眼 这样 那还有其他界的 那个 他们也不能说是人 因为人只是地球称为人 这样 其他界不见的是叫做人 那他们有 这个宇宙里面 有各种不同的 那个隧道在那里 那谁设计呢 上帝 是有上帝的 那个上帝是在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真的是上帝创作出来的 你要不相信神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信服你 没办法说服你 你自己练灵魂出教 将来你就会知道 很多事情都是要靠自己去体验 这样 所以呢 就是外星人 还有灵魂出教授 要用千里眼 还有其他界的人 就常常要开这个 时空隧道 这样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 外星人可以来无影去无踪的原因 那我们 中文在学这个 这个灵魂出教的时候 如果你 你灵魂出教的时候 已经看到这个时空隧道 或是你有能力打开的话 你已经 你已经有 很高的境界了 那你 而且你可能都还有 那个神的力量了 你一般的 因为神又 又有分很多种 像我们中文都知道 有很多种神 那每一界的神 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 那 然后呢 那很多的事情呢 你就要 要自己体会 这样子 这个宇宙万物呢 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而且有很多 人类不可知的 一些秘密 那你要是 有练这些 灵魂出教千里人 的话 你就会知道 很多的 外界的事情 然后 什么情况之下 不是 时空隧道呢 那 你看这个 这张图 那个星际 星系 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有很多的 星星 还有那个星云 像这个云一样 很多那个 病人 在医院里面 或是 有些人呢 就说他已经死亡 医生都宣布他死亡 可是第二天 他又回来了 那回来的话 那 他们都会说 通常人都会说 他看到一个 一个隧道 在那边 就是因为灵魂已经出去了 已经离开人体了 那 那他们就到像这个 星际里面 这个中间 这个地方 那个最亮的地方 就是那个 通道 到另外一界去的 那他们 因为灵魂是没有重量的 所以 他们到了那一界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会看到 自己的亲戚 只去的亲戚 或是说 神啊 或是其他的人 这样 欢迎你 如果说你时间 已经到的话 那如果你时间 还没有到的话 他们就会告诉你 你要回去 你要回去 所以回去 就是回到你的 人类的身体了 这样呢 有些人 凭你死亡 我又回来的话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 你看这个粉红色 这一个 我故意挑 这个画面的原因 就是 因为这一个 是那个天堂 天堂的入口 这样啊 如果你做了很多好事 在这一界啊 或是你为了 为了 为了很多人 牺牲了自己啊 这个天堂 就一定会为你开放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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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粉红色 然后你就很漂亮的地方 那就是天堂的入口 如果你是第一次 第一次来看我的视频的话 请你订阅 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因为我会上映非常多的影片 有关灵魂初效 穿越时空 第三眼 还有千里眼的影片 你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而且你可以学到很多 跟这个 这一界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好 谢谢你 谢谢观赞